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林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受到一個 至今為止是幾大件事的襲擊 有很多不同的以色列的以軍基地 被一些親伊朗的組織做了一些特襲空襲 有很多不同的以軍基地都受到攻擊 是誰中他呢 就是黎巴聯爭主黨連環的空襲和襲擊 稍後會跟大家講講 到現在為止 以色列打這場戰爭已經打了一段時間 已經打了超過半年的時間 以色列的防長質疑 他們的總理內塔尼亞湖 一些對加沙的政策 亦都反對長期做一些類似軍事統治的政策 這是否屬於他們的內控呢 他們的內部的管治是否會這麼容易呢 其實現在看到河烏戰士 到了現時為止 其實烏克蘭也不太好受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真好 留言訂閱文貴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噹開選擇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以色列到了現時為止 基本上他們的義軍基地 沒什麼受到一些襲擊 或者沒什麼受到太大的傷害 不過去到昨日就不是這樣說了 因為去到昨日的時候 說真的去到一個忍無可忍 無需再忍的階段 是怎樣呢 親伊朗組織黎巴嫩的真主黨連環向以色列軍事基地襲擊 令多個以色列的軍事基地受到不同的損害 昨天中國新聞網說 黎巴嫩的真主黨在十五日夜晚時刻向以色列發動了一些空襲 當然他們說空襲沒有對任何成員造成傷害 但是否真的沒有對任何成員造成傷亡 這件事我抱了一個非常大的質疑 即是你沒有理由去到一個空襲 但什麼都無法接受 這個不可能也不現實 而伊拉克的民兵武裝組織伊斯蘭抵抗運動 也在同一天向以色列發動一些襲擊 這些都是一些親伊朗的組織 瘋狂地打這個義軍 打這個以色列 我相信他們都是合作的 你沒有理由一次過有幾個組織去中他而不出聲 根據伊朗的 邁克爾通訊社的報導 在當地時間15日 伊特克的民兵組織伊斯蘭抵抗運動 襲擊了以色列的 內瓦提姆空軍基地和他幾個重要目標的地方 另外 根據他們那邊的半島電視台的報導 尼巴嫩的真主黨就說 在當地時間15日 對位於以色列的 提比里亞以西的以色列空軍基地 進行了一個無人機的襲擊 即是說 以色列一次過被人炸了 幾多個不同的地方 我想都是一些類似試水溫的東西 我試試你的承受能力 到底可以承受到多少 都不奇怪 以色列的《以色列時報》就說 他們的軍事基地距離尼巴嫩 大約是35公里 你說遠不是遠 你說近 其實的確幾近 35公里 無人機裝了一些爆炸品 報導就說 這和襲擊是尼巴嫩真主黨 在巴爾戰爭新一輪的突擊 之後 對以色列 發動得最深遠的一個打擊 其實以色列都說 他們是受到打擊的 那是不是什麼都站不到空手而回 我覺得又好像不是 他講到打擊 對他有造成傷害 他自己說的 正常來說不會示弱 也不會說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因為 如果這樣的話會擾亂他們的軍心 會影響到他們國民對戰事的信心 所以 他說這次是一個 叫做尼巴衝突 或者巴爾衝突 這次是對以色列 最深遠的一個打擊 去到這樣的 說法 其實 他們是有一些 損害 不過 報道就說 以色列的 國防軍回應的時候 就說 在15號他們自己的晚上 那些的襲擊 是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是不是真的沒有呢 還是 沒有直接對人員的傷亡呢 即是沒有炸到人 但是可能是炸到建築物 建築物倒塌 被弄傷人 那些 沒有計算下去 我相信這樣而沒有計算下去的機會 是 多少下 是多少下 而尼巴嫩的真主黨也都說 無人機的襲擊 是對以色列最近在尼巴嫩南部發動的襲擊的回應 之前 以色列 襲擊造成了他們的組織有很多不同的人員傷亡 以色列時報 亦都引述 這個尼巴嫩的媒體的消息 在遭受到襲擊之後 以色列 又空襲了尼巴嫩東北部的 巴勒貝克 距離邊境大約100公里 即是 以色列在這個動作之後 他們亦都還了拖 他們亦都還了拖 說真的 冤冤相報何事了 不如不要再打下去 就最好了 何況 以色列你也要想想 現在全球很多國家被迫撐你 但是不是真心撐你 看下去也不像是 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的確是違反了很多不同的國際法 令西方更多的國家 無言以對 以色列的防長 亦都公開質疑 他們的最高領導人 內塔尼雅湖 對加沙戰後的一些計劃 甚至乎 他是反對內塔尼雅湖的政策 反對要長期做一些軍事統治 這件事亦都是在 我們香港的時間 昨天發生 但是就在以色列 他們的15號的時間發生 以色列的國防部部長 加蘭特 在他們當地時間 5月15號 公開質疑他們的總理 內塔尼雅湖 質疑他的加沙戰後計劃 內塔尼雅湖 細細彈彈地反對以色列 對加沙實施任何 長期軍事統治 大家知道這些計劃是不可行的 但內塔尼雅湖是想做的 但遭受到他自己人的反擊等各方面的贏 而加蘭特也說 他自己在 尾巴衝突爆發後 基本上在推行一個計劃 希望建立一個 非敵對的巴勒斯坦人的政府 的一個 替代方案 去取代哈瑪斯的組織 但又是否那麼容易 去推動這些方案呢 我又覺得 又未必是那麼容易 他也做些普通 在未有替代方案的情況下 唯有 在放任哈瑪斯統治加沙 或者是以色列 這個國家對加沙實行一些 叫軍事統治 但他反而 對後者 對加沙 長期做一些軍事統治 極度反對 甚至敦促他們的總理內塔尼雅湖 放棄這些選擇 而加蘭特也重申 他們以色列政府的目標 是擊敗哈瑪斯 打擊哈瑪斯 並且 放棄 哈瑪斯放棄 解救他們的人 他們也說 其實襲擊哈瑪斯的關鍵 在於 他們採取這些軍事行動 並且要在加沙 建立一些 替代的 管 代理 管制機構 這樣的東西 但是 其實這些又是不是 他們 加沙人想要的呢 還是他們自己 是 想像的呢 其實我都覺得 他們自己想像的 比較多 但其實在 爾巴戰爭 或者巴爾戰爭 美國基本上都是非常精神分裂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官員同一時間就說 美國他們打算給以色列10億美元的武器 現在他們在國務院推行這些計劃 不是吧 你剛剛 拜登才說他們不贊成以色列這樣打法 以色列其實這樣打死了很多人 有很多人命的傷亡 但是現在 竟然 突然間 在說 不是啦 要給他武器 之前說 打死了那麼多人 就不給你武器 現在又說 要給你武器 那哪件事才是真的呢 都是靈地拋得頭都爆了 路透社引述兩個以色列官員說 他們的國務院 已經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個 價值10億美元 港幣78億港幣的 武器援助計劃 就踏入了他們的國會 一個 審查的程序 其中一個美國的官員也透露 美國援助以色列的 新一批武器包括 坦克炮彈 壁擊炮和一些裝甲的戰術車 這些其實都不是防禦的物資 都是一些主攻的物資 那 是不是跟拜登所說的有些不同呢 拜登說他不會 是被武器支持他們 主動去打仗的 他只是說他會 幫助以色列去防止他們自己被人打 但是他又給以色列 他是不是精神分裂呢 是不是 因為大家記得 大約在不夠一個星期前 美國白宮才推遲了向以色列運送 大約未夠1000公斤的炸彈 和2000多磅的炸彈 的計劃 就說擔心以色列把這些炸彈 用在加薩蘭堡地區拉法 大規模的襲擊 而問題是 內塔尼哈湖已經說揮軍拉薩 然後 就說 很不滿美國不供應那些武器給他 美國就說你打拉法的話 我就不會給你武器了 然後現在就說 他們竟然 又撥多10億的武器給他 有一個推進 那哪件事才是真 究竟你是給他武器還是不給他武器呢 大哥你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你的政策 基本上是 三天 兩天 你就變一變 那哪件事 才是真的呢 OK 都真是令人 騷擾頭的 而他們的 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的洛塔尼哈湖 基本上 是 他們 在那個 他們進不進軍拉法那一處 就是爭得面紅二尺 現在 他到底想怎樣 他是不是 為了他的選舉 所以 就要繼續 去支持 內塔尼哈湖呢 是不是為了選舉 所以他就不惜去犧牲一些 加沙的平民呢 是不是為了選舉 他就可以 當他自己幾天之前 所說的一些政策 發一封 是不理他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拜先生 你不是 不是那麼適合 去做美國的總統 你的政策 五時花 六時變 你叫美國人民 怎樣信任你 不知道 覺得怎樣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件事 在 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 分享正好 留言訂閱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